到国家公布了第七版的新冠肺炎诊疗方案 也就是说从第六版以后到今天我们又有很多新的发现 在这个新的第七版的诊疗方案跟上一版第六版有了16个方面的更改 最主要的概括为第一个非常肯定了 前一段时间我们抗击疫情的成绩 已经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们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 目前防疫工作的最重要的重点就是注意境外输入 就是很多地方已经出现了从国外回来带进来的这种新的传播的途径 所以特别强调了境外输入是我们目前防控的最重要的重点 第二个方面从传播途径上来说 这个新的版本又特别强调了粪口传播途径 分尿这些分泌物里面排出的病毒所导致的接触性的传播 因为这段时间我们知道有的科学家已经在尿里面分离到了病毒 也有在唾液在 所以这种分泌物所导致的气溶胶的传播和接触传播 另外一个大的方面就是在这次的修订版里面 特别强调了几种对危重病人生命支持的方法 比如说在ICU里面抢救这些病人 那么我们特别强调呼吸机 就是他呼吸不好要带机器来给病人支持呼吸 还有ICOMO就是一种人工肺的治疗 就是说你肺已经变白了 不能呼吸了 用人工的办法先带长你的做肺功能 等到肺部的病变缓解了以后 那么病情就慢慢就好转了 还有渗透吸等等各种生命维持的技术 提出了明确的技术的方案和方法 这也是最近死亡病例越来越少的原因 那就是买来越多热肺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